從高處往下拍 密密麻麻都是人頭 頂著大太陽排隊 等著上黃山 這一排就是兩三個小時 有遊客忍不住自嘲 這是多麼痛的領悟 黃山歸來不看人 大陸十一長假 龐大人潮 嚇壞不少出遊民眾 黃山景區早上十一點不到 就達到線流的三萬人次 同樣是熱門景點的巴達嶺長城 則上演僵尸圍城 短短二十公尺的距離 得走上一個鐘頭 鏡頭轉向廣州知名地標小蠻腰 上演燈光秀 吸引大批民眾前往觀賞 景區特別規劃排隊動線 只是瞧瞧這 大家有樣學樣紛紛當起 跨欄高手 數一數一二三四 一分鐘內就有三十個人 不守規矩 十一長假到底該不該出遊 人幾人 真讓不少大陸民眾好為難 記者李宗方報導 總統 呃 錄個